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一回上院 2月22日通过相关决议 准许俄罗斯总统在俄境外动用联邦武装力量 自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 出动军队的数量、行动区域、任务和在俄罗斯境外停留的时间将由俄罗斯总统决定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是对俄罗斯的威胁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乌克兰自己拒绝加入北约坚持中立 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去军事化 普京说乌克兰目前除了缺乏浓缩幼装置以外 具备所有制造核武器的条件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战略威胁 乌克兰通过军事化手段反而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即日起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建立大史级外交关系 并表示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不打算向乌克兰东部派遣军队 而俄罗斯不考虑乌克兰方面有关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的说法 俄罗斯主张并希望和平解决与乌克兰的冲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收到乌克兰外交部要求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的请求 正在考虑这种可能性 2月22日因俄乌局势急剧升级 德国暂停认证从俄罗斯向该国直接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管道 俄前总统警告欧洲将迎接天然气价格飙升 欧洲人很快就要为每千立方米天然气付2000欧元 欧洲能源危机在冬日临近尾声之际恶化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 俄方对德国政府的决定深感遗憾 希望德方决定是暂时性的 美国政府正在通过领土租赁销售的方式 在联邦水域建造海上风力发电厂 据华尔街日报22日的报道 本周白宫将在纽约和新泽西海岸附近 拍卖5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风能项目 美国商业捕鱼业对海上风电 美国商业捕鱼业对海上风电项目提出了反对意见 担心这些项目对生态系统具有潜在影响 同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容易受到运输货物积压 组件延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根据拜登政府制定的能源目标 到2030年美国海上风能设施容量将达到30几瓦 2月22日迪士尼乐园宣布了几项夜间娱乐活动的回归日期 其中包括标志性的主街电子大游行 鲜花车的主角是几部电影中的人物 包括魔法满屋和寻梦环游记 4月22日主街电子大游行《色彩世界》和永远的迪士尼乐园烟花表演将回归 另一个广受欢迎的节目《幻想奇观烟花大会演》将于5月28日回归 据迪士尼乐园介绍 主街电子大游行将在大多数晚上进行两次 而且表演时间是有限制的 主题公园也将很快发生其他变化 上周迪士尼乐园宣布米老鼠卡通城将于3月9日关闭 这样就可以开始之前宣布的重新设计工作 一旦改造完成 游客可以期待向Roja Rabbit的汽车卡通旋转 米奇和米尼的房子等热门景点的回归 2月22日 中央援建香港的四处临时性社区隔离治疗设施方舱医院 分别在香港青衣、前新田购物城、元朗坛委和洪水桥开工建设 正在建设的青衣方舱医院占地约6万平方米 可安排约3000个隔离单位 将于一周左右率先交付使用 此次建设的四处方舱医院均为临时性隔离中心 全部投入使用后 预计将为香港提供14000至17000个隔离单位 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严峻 22日通报新增6211例确诊病例 并有32人死亡 为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宣布 将开展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工作 不参与会有处罚机制 全港幼儿园中小学提前放暑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